最後一關的話是魔羊掛角,魔羊掛角可能這關就會大家比較辛苦一點 那如果配合我上兩關的配置的話,這關會留下冰璃 冰璃跟曹青這兩隻高練度的角色放在這邊是沒什麼問題的 然後呢這關的話我開的是英劍平的三火戰爭,因為我把夏侯儀留在這邊 夏侯儀的神兵復活,所以這關是很好用的 最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燕明龍,燕明龍來殺這個羊 沒有芳羽沒關係,有燕明龍殺羊也是很簡單的 因為羊關開始改成三回合通關就可以,不是硬性要求有兩回合 所以不一定要芳羽 那第一回合要注意的就是說因為這一回合有這個風寒月 那我們這邊的話透過冰璃 去把風寒月給先收掉,這樣子避免翻車的星體出現 那這邊右下角的兩隻羊就交給燕劍平就好了 那潮汽是要去做什麼事? 潮汽的話是要去做殺上面的羊 那你去標記燕明龍,然後去殺羊 那燕明龍就會對你閃避 你可以閃避燕明龍,你可以這樣講嗎? 你可以閃避燕明龍 那下面這隻的話你可以透過讓 夏侯儀去打這隻羊 打這隻羊的時候呢 死瘋就會去打你 你去做一個反擊死瘋,說不定就會死 這大概兩隻這樣子,然後這個燕明龍的話是四星燕明龍 這燕明龍只有四星而已 只有四星的,然後我們的話可以去再往上走 當然你可以利用閃避去閃避這個 銀劍平 這個就是燕明龍的好處,就是打完之後可以再動 然後又有閃避這樣子 這隻燕明龍現在有風穴頭 沒有關係,溺水應該是不會死的 溺水應該是不會死的 那這隻 子豐 子豐 這個子豐竟然還不願意打夏侯儀 好笑,跑上去加速羊 這個太好笑了 沒有關係,那我們這邊就計劃 然後我們這邊就打羊 因為羊可能大家的羊走的位置不太一樣 我們就自己在 桌摸一下羊走的位置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不要理直通了 不要理直通了 然後呢,我們就照常收 因為我們可以拖到第三回合,那就想辦法拖到第三回合就好了 我們就拖到第三回合就可以了 夜明龍四星能收掉羊的傷害就夠了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就留閃避 然後因為下回合還想再收一隻羊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可以 拉 拉一下 因為下回合也不是重點 下回合本來就是用個神兵扛一下 這樣子 用個神兵扛一下 他剩下的羊就交給曹慶啊 夜明龍啊 你我二人 所降舉世之君 這樣子 結束 完美105分 記得 要看影片才不會翻車啊